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奔跑吧 第一季为什么贝尔不在 迪丽热巴是否胜任跑男常驻 Angela Babi洋影是中国大陆的女演员和模特 因其在多部电视剧和电影中的表现而广受欢迎 他在综艺节目奔跑吧 原奔跑吧兄弟中的表现也赢得了大量粉丝的喜爱 那为什么Angela Babi却在奔跑吧第一季缺席呢 网友认为是因为baby镜头太少原因 导致不在和跑男签约 事实真的如此吗 还有迪丽热巴是否能代替baby入住跑男 事实上第一季迪丽热巴代替Angela Babi洋影的原因是因为 Angela Babi当时怀孕了 由于孕期需要休息和照顾 Angela Babi无法参与第一季的录制 因此节目组邀请了新近演员迪丽热巴作为常驻嘉宾代替Angela Babi参与节目的录制 而迪丽热巴私下也和baby是很好的姐妹 迪丽热巴也把baby当作知心的大姐姐在第一季奔跑吧中曾多次提醒跑男团的成员不要欺负她 当然迪丽热巴也在跑男期间表现非常努力 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迪丽热巴在奔跑吧原奔跑吧兄弟中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她展现了勇敢 拼搏的精神 积极参与各种游戏和挑战 不怕困难 勇往直前 迪丽热巴在节目中展现了出色的运动能力和灵活的身手 在许多户外任务中 她表现出了强大的体力和耐力 无论是跑步 游泳还是攀岩 她都能完成得很好 她在节目中展现了出色的团队合作精神 经常与其他成员合作完成任务 而且能够很好地适应各种环境 此外 迪丽热巴在节目中还展现了她的智慧和机制 她能够迅速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经常在关键时刻给出关键的建议 帮助团队取得胜利 她的幽默感和逗趣的表现 也给节目增添了许多笑点 让观众忍俊不禁 总的来说 迪丽热巴在奔跑巴中的表现 令人印象深刻 她不仅展现了出色的运动能力和智慧 还展现了团队合作精神和幽默感 她的积极参与和拼搏精神 为节目增色不少 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而在贝贝回归跑男的时候 贝贝和热巴都有着精彩的表现 虽然是对立分组关系 但也表现像亲姐妹 也没有出现争风吃醋的现象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